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意见提出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新征程上 必须把美丽中国建设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 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 到2027年 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不断增强 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国家生态安全有效保障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健全 形成一批实践样板 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 到2035年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碳排放达封后 稳中有降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全面形成 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 持续性 显著提升 国家生态安全更加稳固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基本实现 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展望本世纪中叶 生态文明全面提升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 重点领域实现深度脱碳 生态环境健康优美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全面实现 美丽中国全面建成 意见强调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统筹推进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推动各类资源节约节约利用 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止攻坚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避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 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 要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 助劳自然生态屏障 实施山水林田胡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要守劳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 健全国家生态安全体系 确保核与辐射安全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风险 严密防控环境风险 要打造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 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 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乡村 开展创新示范 要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 培育弘扬生态文化 建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建立多元参与行动体系 持续开展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 意见还就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出了要求 保障体系列